ом 好 對 你在那裡有機師面的味道 對在前夕的時候 他讓我們兩個住在一起啊 然後我們時常在晚上睡覺前會聊天啊 聊心事 我信任感是 是不需要經過錯過的 真的 所以你們都很熟悉 你們吃的 我們在場真的還不吃八對啦 剛開始接到劇本的時候 其實很緊張 看到後面又有浴室啊 又有澎湖全裸 就看到每一個階段的時候 都讓我蓋著劇本想說 糟了糟了 這個不知道怎麼詮釋 然後不知道導演想的是什麼這樣子 後面來 對 後面好 就 然後就這樣 啊啊啊 這個很緊張啊 我們就一直在聊這個場次 聊滿久的 他分享他的經驗給我 分享我的經驗給他 然後就從我們經驗裡面去找那些感覺 就是有非常多的動作 但是你的情緒還有你的台詞 還有你內心的感覺 同時都要同步 假裝那麼快一點 我們現在也開始 到吧 那邊講 其實我們那時候準備了蠻多道具的啦 就是說讓他們可以 假裝是碰到另外一個物 真的拍的時候其實也都沒有用上 主要我還是會放在這兩個角色的感情上面 對 其實Berdy看起來什麼都敢 什麼都敢做 但他好像到達那個限度的時候 他反而是不敢跳出去那個人 反而阿翰已經衝破那個界限了 那個環境 那個當下 很多表演就自然而然的 就是發生了這樣 好 過來 發生了一個很害怕的答案 對 你也不敢說 不敢跳出去 你也不敢跳出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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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脊背旁边有一块沙粥 找这场景找了非常久 它只要一涨潮的时候 那沙粥就会被淹没 一退潮的时候 沙粥就出来 你就可以走过去 所以我们就必须在固定的 它涨退潮的时间内 把这段戏拍完这样子 我想这跟同性一起没有关系 就是三四年前 那个时代特别封闭 喜欢一个人我就选了他 你就希望跟他天长地久 就想把这个存在放在朋友这场戏里面 就一个人要去跳海 好 那我就跟你去跳海 我的屁股应该全剧组都 都很熟悉了 Action 很多时候掉下来的时候 还是硬夹什么 掉很多次啊 到最后已经觉得说 掉了就掉了吧 反正现场女生都清爽了 那就来吧 有没有 绝地求生 绝地求生 真的绝地求生 就像大吃一顿 跟胡椒 还有坐在上面 疼痛感的话 这一场是最多的 积极地培养彼此的感情 对 哦 对 谢谢大家